今年来华人在美国积极投入购买房地产的行列 不过有些人是为了自己居住 有些民众是把房子租出去 不同的用途该使用哪一种房屋保险呢 今天的我该怎么办系列报道 华兴保险的资深保险专员 将为观众朋友做详细的解说 实际上我们常常会看到 你拿如果单独一个自住的保单 跟一个单独的出租的保单 往往这个出租的保单会便宜 为什么因为它的保障比较少 它两个保单都是保障你的房子的重建 但出租的房子哪怕你今天说 我要特别保我的洗衣机 我要保我的一些 还在放在里面的一些私人财物 但它不会包含偷窃 那再来我们讲的这个责任险的部分 当然责任险来说出租的话 以这个条文来看应该是比较贵一点 但它盘盖的这个范围也较少 因为它不是全世界 它就是针对这一个location 你这一个出租的房子 所发生任何的责任 保险公司会来帮你理赔 可是我们自住的保险里面 是你和你家人 配偶家人 全世界如果说有 因为你们的疏忽 造成人家的人体伤害 它这个责任险都可以来赔上 看问题找答案 我该怎么办系列报导 将在本周六晚间为您播出 华世青保险提供的房屋保险单元报导 尽情锁定 有一件事情 是